明慧音说,太感性过不了柴米油盐,太理性过不了风花雪叶,余生只愿守着烟火以谋生,心怀失忆以谋爱,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现实题材电视剧《一路朝阳》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,这部都市励志情感职场剧,主要讲述了两个80后女孩李沐佳和田荣,毕业后在大城市打拼,一路奋斗,互帮互助, 遭遇种种挫折,最终找到心知所向的故事。曲折生动的情节展现出新生代乐观向上,不懈拼搏的时代风采。 从2007到2019年,女孩们对人生的追求和希望在现实中深不由己地改变了模样,庆幸的是十年的魔力最终还是得以一路朝阳。 李兰迪饰演的北漂无锡女孩李沐佳,与王菊饰演的山西女孩田荣是大学同学。 李沐佳毕业后,进入北京最知名的律所,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,从行政助理一路成为独当一面的律师。 在职业巅峰切换跑道,加入创业公司,大起大落,最终创业成功,实现在北京买一套房子,接母亲同住的梦想,也在奋斗的过程中收获真爱。 田荣毕业求职未果,误打误撞,成为房产中介后逐渐沉迷于买房。 与同道中人李万斌潦草结婚,在一轮轮房价上涨中迷失自我,最终幡然醒悟找回本心,重新开始自己的爱情与事业。 李沐佳的表妹海龟女孩陈青,斯坦福毕业后,随男友高唱回国创业,两人深受美国文化影响,对房奴嗤之以鼻,却在有了孩子后陷入学区房的泥潭。 属于精英的自信,被房子一次次粉碎,婚姻也经受着考验,最终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。 大结局虽然是开放式的,但从李沐佳创业成功,以及他和一直爱着的黎光再次见面时,由王阳饰演的黎光率先重新自我介绍可以看出,预示着事业有成的李沐佳,终于可以有资格和业界大佬黎光正式恋爱, 也能以自己的成功来赢得自己想要的一个小家了,该剧的结局应该是皆大欢喜。 徐少英饰演的李万斌,是田荣的第二任男友,也是田荣的优质伴侣,他不仅不否定田荣的一切,反而用心支持田荣工作。 再加上他非常风趣幽默,总能治愈田荣的痛苦。 最终,李万斌如愿以偿,追到了田荣。 与此同时,他和田荣在事业上也大展拳脚,最终圆满收场。 一路朝阳里,有三组爱情线,李沐佳和黎光是典型都市精英阶层的爱情线,要的是势均力敌。 田荣和李万斌是特别接地气的一对,他们的关系和生活,成业房子,败业房子。 陈青和高畅是海归知识分子,带着理想主义回京创业的磕磕碰碰,他们是一对相对理想化的情感状态。 李沐佳和黎光,这组年龄和阶层相差较大的人物关系,引起观众质疑他们的感情归宿。 比如,李沐佳在向黎光求婚时,表示放弃财产和继承,却愿意承担债务和风险,反复强调跟黎光感情的纯粹性,这假不假呀? 黎光是商业和情感及人际交往的老狐狸,老江湖,如果李沐佳仅仅是伪装没真心, 黎光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?又怎么会深爱李沐佳呢? 李沐佳出遇黎光的时候就意识到,他没办法抵抗黎光的魅力,但他知道,我没能力维持这段关系,所以他后撤了,不是爱情里的欲情故纵, 而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了黎光,简言之,他觉得自己配不上,索性不要,这是他的清醒。 胆真的相爱以后,李沐佳为了跟黎光有一个家,不要股份,不要钱,不要遗产,是他的雇佣和执着, 这和他冲进吴建秋办公室说,给我一个月时间,我不要工资,不要工位是一样的。 黎光,也是有血有肉的人,而不仅仅是金光闪闪的霸总,当他处于理想和事业的至暗时刻时,李沐佳用他的方式给了他莫大的抚慰,那一刻,他真的爱上了他。 而真正爱一个人时,就会不自觉地卑微,黎光也是如此。 黎光在李沐佳身上看见了年轻的自己,所以这份爱情看上去好像年龄阅历相差很大, 但两人本质和内在势均力敌,这便是都市精英阶层最期待的爱情线,有外在高度的同频和内在气质的般配。 靠一部剧回答时代的困境很困难,但写人性里共通的东西,真是就能打动人心。 这便是一路朝阳,曲曲折折,却能一路朝阳的原因。